我们昨天晚上就睡在318国的旁边 然后搭货车比较多 这个路段没有怎么睡好 基本上眼睛都是肿的 最要命的是早上起来发现两个充电宝被偷了 我现在懵得很 我搞不懂为什么在帐篷里面被偷了 我们昨天帐篷就搭在这个摆帐湖的门脚下 有没有知道摆帐湖的兄弟们 这个地方是个废弃的度假村 它坐落在318国道旁边 因为这个臣民高速还有各种高速通路了以后 这边就逐渐废弃了 里面有特别多的废弃酒吧 这种废弃酒吧是百丈湖众多废弃的建筑之一 那边还有个废弃的水塘 里面都是呈现那种特别潮湿 发霉的状态没有人打理 我们早上的话就不进去了 因为昨天晚上带大家探过险了 里面的话基本上每一次都看过 除了三层和四层 特别特别的潮湿 还有个夜总会 夜总会应该是80年代的产物嘛 现在应该没有这种叫这种名字的了 我们把行李收拾一下 下一站是318国道上的天泉县 请你先撑肩走天空 看一看世界的方法 听说我心中有些轻挂 如今你撕海回家 怎样心灯的舞妙 如今你瞧然无踪 爱情总让渴望勇敢的伴奋 我现在来了318很多人都要走这个阿朗山和茶马古道 给大家看一下 好多人在这里留下它的名字 这就是318国道旁边的阿朗山 茶马古道 走这个山边上去 我想了一下我的边山轮 可能压力还是挺大的 我就走的 继续走318 像他们两个轮子的话 比较轻松 好多人在这里留字 不畏朝圣 只畏不留遗憾 2021年 这里还有个2020年5月14号的 虽然不可取啊 暂时没有看到18年的 可能这个石碑 他会过一阵子把它刷一下 因为太多人在上面写字了 我们已经到达了卢丁县 这旁边是个废弃宾馆 不知道等下能不能打帐篷 一路跑过来 大家看路况 挡泥板跟头盔 包括我的手上 衣服上 基本上全是泥巴了 先把车子停在这个边面上 修整一下 到卢丁县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况 基本上318一路过来 都是挺大的路 只是货车比较多 因为这还没有正式跑到川站里面 很多网友应该如果是打算 在现在6月份7月份 至10月11月左右要进账的话 某的地图上面是会有一段显示 就是说从天泉县 到卢丁桥这一段 它会显示让你绕路绕300公里 我问了几个都是的 点开手机都是的 然后我一路问本地的大哥大姐 他们这熟悉嘛 跑这一带的 他说你尽管往前面走就好了 没有什么 就像我一样能省300公里 但是一定要注意那个中间大概有三公里左右的泥巴路 看不到一点水泥的那个路 那个坑很夸张的 我这摩洛边上能有时候都感觉那 先进去就要翘起来的样子 两个轮子的也容易翻 踩单车也好 开开车也好 要注意底盘 要开慢点 大概三公里左右的烂路 可能就是因为那段路 所以说选择让我们绕路 可能还在抢修中吧 但是目前为止是能通行的 这边的话宾馆比较贵 说是说六十多块钱 当然一般都是一百多到两百多的 因为游客爆满了 鲁定桥那边我刚刚路过看了一下 那个游客到现在也是爆满的还排着队 所以说这边租房的话 我带这个加一 真的很难很难入住 随便找个这个65的这个红侠客栈问一下 跟人家说好话 看能不能住一天 我要去鲁定桥玩一天 的话肯定是加一要找个房间放着 不然我就在这个飞机宾馆这里 正好可以搭个帐篷 但去鲁定桥就玩不了 你好 就问一下 如果带狗的话能入住吗 狗的话是二哈 但是它是我养了四年了 训练过的 然后一路过来 好 我再问一下 其实我我确实是养他四年 然后也没训练过 但是他就是比较乖嘛 知道自己去上厕所干嘛的 我说他问是什么狗的时候 我说是二哈 我也没底气 基本上听到是二哈就挂了 这有个八十七的八十七的 我再问一下 他这个都只是最低价 一般都是还是要一百多的 哦 这个打个电话问一下 鱼回一下 不能直接说带狗 哦 你好 这问一下 问一下就是带着狗狗入住可以吗 不 不会不会 因为我 我是开着摩托带他到处旅游嘛 也在外面玩了一年都经常住宾馆的 这个你放心 如果要给你们 跟个鸡毛差不多吧 就是特别乖 他不会叫一下的 就如果能给你们添麻烦的话 我肯定也不自找麻烦吧 但是训练过的训练过的 那单人单人房的话多少钱个 那你房要一百五 一百五啊 今天的话都 今天价有点高 哦我我看到了好多就是人都住满了吗 这个房间的名字可以啊 千语千询 哇这一百五这个 在连郎路这是总统套房了 这一 怎么非事 出来 我等下给你倒许吧 这宾馆一下楼 对面这个炉地小 这就是路口 票价的话好像是在五块钱到十块钱 我没有问 炉地桥就中间那条桥了 现在有点模糊 这边的治安是特别好的 你可以看到每个路口基本上都 站着 包括交通状况都有人知道非常好 这边有个亭子 先奔研究这个 我去找下我的车子哪里 再次 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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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